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这么远道来到澳大利亚 在此地 小聚一堂 我们的缘都很深 所以无缘对面不相逢 有这么深的缘分 希望更进一步 我们都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希望极乐世界 如果不能够我真 你就空走这一趟了 这个缘分非常稀有 难得遇到 过去 我们疏忽了 今天遇到这个缘分 使我们想到 过去 我们跟阿弥陀佛 跟本师释迦牟尼佛 都有很深厚的缘分 这些缘分 绝对不是忽然的 这一点我们要相信 我二十六岁修佛 跟方都没相信 我是跟他学这学的 他给我讲了一部 《哲修佳论》 从西方讲到东方 最后讲到佛法 我说 我很怀疑 如果宗教是迷信 它怎么会有这些 让方老师告诉我 你很年轻 你不知道 这个地球上 最伟大的哲修佳 就是佛教的释迦牟尼佛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怎么给我介绍 我相信 他不会欺骗我 我接受了 我接受了 就是佛家讲的 正信 正确 真正 真正 结束了 我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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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信心 幸福的人很多 问问真正 相信的 没几个 信了之后 我们要解 解 是经典 我喜欢读书 以收集佛教经典来看 那个时候 经典很不容易得到 只有到寺庙 寺庙有些纪元的经典 有问题 想出教法寺 请教 那个时候 信是没有问题 真信 结是很大的问题 佛心 不是一般人 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它要有条件 你能够正确的理解 你能够正确的理解 遇到善知识 得善知识的加持 我遇到张家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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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信心 从张家大师 从方能先 方老师那里带来的 结 行 是从张家大师那里带来的 我向他请教 那一年 我26岁 我26岁 我向大师请教 我说 我听了 方老 方教授 的教诲 知道佛法 尤其是大臣佛法 无比的出生 无比的出生 老师 希望老师告诉我 佛法有没有 结晶 快速道路 让我能够进去 让我能够进去 我的问题提出来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等他的开始 等了一个小时 等了一个小时 说了一个词 一个小时 像如定一样 妄念都没有了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如果有妄念 你什么也得不到 这一个小时 让我整个 神运心静下来 他才会说话 你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之处 他不跟你说话 我俗佛的这几个经历 都不寻常 一个小时 静坐在来 好想如定 他说了一个字 有 这有 我们年轻啊 没差点功夫好,心就动了。 他就不说了,说了一个有,下面就没话了。 我们再跟他来消磨。 大概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停下来,他告诉我,看得不放得下,你就能入门。 看破是智慧,入门要功夫。 看破是什么? 对于佛心上所说的,确实理解了,肯定了,不再动摇了。 机缘门。 你明白了,你不是迷人,你不是糊涂。 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不走这个门,你进不去。 进去什么?就是定会。 放下是定。 有定,有会,你才能进去。 我们一堂库,两个小时。 隔着这些人向他请教。 他说话很少,很简单。 但是,他一定要看到你,心清净的。 没有妄想,没有砸念,没有分别,没有自主。 这功夫从哪来呢? 老师当时,你提的问题。 他看着你眼睛。 一个小时,那就是说法。 叫你在这里去体会。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功夫。 就是成定。 定会双手。 是在同时,同处。 慢慢去练功。 眼见色。 耳闻身。 鼻袖下。 十肠胃。 有没有感觉? 有。 感觉可以。 有没有分别之处? 有。 就完了。 你已经堕落在烦恼之中。 你已经堕落在烦恼之中。 没开悟。 不知道这四世真相。 奇心动念分裂之中。 凡复,六道凡复。 。 对。 这个情况是怎么办? 这个情况是什么? 不起心,不动力。 这叫功夫。 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没有起心动念 这叫修佛 回归自信 用自信里面的 本有的剥弱智慧 跟祝佛如来 没有两样 走佛走的路 我跟佛走的路 没有两样 这世界是什么 我一心所信 我一世所别 谢 没问题 最重要的 谢了自己 不起心 不懂你 不分别 不执着 从不分别 不执着下手 为什么 它不是真的 它是假的 假的 我们对它 起心动念 错了 假的 随它去吧 别理它 不分别 不执着 小的 如今 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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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 你有程度 入境界 凡复困难在哪里 听你几句话 马上意见就来了 底下话就来了 这个不行 你被外面境界所转 若能转进 则同如来 你要能转境界 你不能被外面境界所转 绝大多数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都被外面转 什么转的呢 分别之处 记住 念头 与我 烦恼吸气 就先行 这就堕落在 五欲六成 这种 这凡复 修行人 要修佛 要修菩萨 要学祖师大臣 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什么功夫 不分别 不执着 都有这功夫 这功夫的初级 不是高级的 很容易学会 再提升一层 不齐心 不懂你 这是更深一层的定功 不但没有分别之处 齐心动力 都没有 完全保存着 心理的平静 这就修行了 看到外面境界 听到别人想法 立刻回应也好 考虑之后回应也好 都要被境界转了 你说凡复被境界转了 要怎么样 如如不动 不动的标准 就是我没有分别之处 就是我们有分别之处 你要是明白了 这个象都是假象 都不是真象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何一百年 也是恍然 你就肯放下了 假的 你执着干什么 你能做到 不齐心不懂你 自自然然 就其入境界 我向老师请教 快速 骑入境界 他教我这个方法 他教的简单 几个字 不想我跟你说的这么多 我要用老师的方法 说一两个字 你们都不会懂 都跑掉了 所以要很有耐心 跟那些大善知识 他一个字都不会浪费 这一次前进 把你点火开悟了 所以我们就晓得 如 了不得 为什么 他用的方法 跟佛一样 那些大如 为什么 定 接定会 是你本有的 你跟佛美联阳 跟菩萨美联阳 问题就是 人家已经用在生活上 我们虽然是本有的 有 不会用 吃东西还得调口味 还在分别之处 从早到晚 言见二问 其这是什么现象 广想分别之处 这叫什么 这叫凡夫 我们从凡夫转过来 学生人 虽然学不到 要认真学习 善知识 不容易遇到 纵然遇到了 你什么也得不到 为什么 你的心是福东西 不是在镜中 要在镜中 与戒律相应 与戒律相应 戒律 是表现给别人看的 佛画家自信 自信画大 自信是直接 化大我表现的 戒律会三学 是做给别人看的 这就是渡化中心 可以 在这个境界里面 无一人一眼说 他要问 给他解答 详细说 简单说 看对方 对方明白了 简单说就可以 详细说 归方不明白 详细说 详细说 这多重生呢 有这个基础 有这个缘分 多学一点经典 你对佛画了解多些 给别人讲解 熟悉 你今天熟悉 你讲得 别人听得很欢喜 讲了 要做到 做到 增加别人烦恼 没做到的地方 不讲 我做到的地方 给人讲 这就对了 总而言之 叫他善心 善念起来 生活里头 不要去忘心忘念 不要有烦恼之处 修行初步功夫 在日常生活当中 慢慢提升 发喜充满 佛法里面 境界向上提升 用什么方法 就用这个 你要学会了 对你帮助很大 空老夫子 温量共浅量 跟菩萨界没有难量 一声温护 善良 一声温护 公敬 公敬是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都公敬 而不是 我尊敬的人 我对他公敬 我不认识的人 我不会给他公敬 佛 圣人 告诉我 见到一切人 都要用公敬 公敬一些 为什么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现在很幸运 走深险地的道路 他没有我这么幸运 他还在搞反复 我们去影响他 帮助他 帮一个回头 他又会抱怨 他又会抱怨 辗转传授 功德无量 世出世界法 最重要的 诚实 用真诚心 用真诚心 带人 教 为什么 唯心所限 那个限制 是整个宇宙 所有众生 有强无强 同一个真如自信 要不要共进 唯心所限 心是真心 不是假的 充满了 戒定会 三许 真心 真心 是叫的 其心动力 妄心 他不会用心 凡复用妄心 这些大神 用真心 用真心的成就快 用妄心 终有成就 很缓慢 所以建书 要读 读了之后 读明白了 要做 做到 然后 老实念佛 求成仙徒 你生到极乐世界 你的功德就圆满了 单语 是大学毕业 学为了的 每一道极乐世界 麻烦很大 你这一生寿命有限 来生不会堕三窝道 但是来生能不能再遇到三宝 遇到修佛的缘分 很难受 所以最好是 机会只有先前 现在就把智慧抓住 机会抓住 真正抓住了 自己有了把握了 这个世界灾难很多 你怎么样 你不懂于心 为什么 真正灾难来了 我有极乐世界 好地方去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接我 真的 不是假的 进度法门 就是三个字 真正相信 真实的愿望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照顺我 我们要跟他呼应 随时可以往上 你们看到 刘树云的借鉴 表演 给我们做往上 样子 让我们看 真地 不是假的 他用功 我估计 不超过七天 就走了 他能做得到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你要把念头整过转过来 你就发细充满 真地不是假的 他用信息能往上 我用信息也能往上 这个世界 绝对不可以留念 度众生 帮助众生 解脱 帮助众生 也算极乐世界 六大轮回的苦 生生世世 我们已经过得太多了 够了 不必再够了 所以我 方东北先生 迎我入门 一句话 学府 是人生最高的下手 我就他这一句话 把我借引到佛门 老师就更得 永远不能忘记 老师就更得 老师就更得 永远不能忘记 他是个哲学家 结定会三舍之处 比出家人认真了 出家人没他那么认真 所以他走了 我记住他的教会 经教 是耿离病难老去学的 我跟他十年 讲经教学六十年 从这来的 最重要是前面两个 张家大司 方东北教授 跟这些人在一起 无论时间长短 没废话 这是我们要学习 无论在什么地方 真诚 好 大家休息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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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